因为我还没到市区呢 还在机场这个附近 所以我刚刚坐了个小火车 感受了一下坐小火车的感觉 因为很久没坐了 今天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我们体验了一下小火车 然后我还坐的是头等舱 驾驶舱啊 所以我是一个开过飞机 开过火车的男人 这种男人是不可多得的 因为我第一次来巴黎 然后也没有想到 有这么多的支持我的朋友出来 然后来自世界各地吧 就各种不一样的人 能够聚在一起 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棒 有亚洲人啊 有可能有法国当地的 也有国外人跑过来 所以我觉得这种 能够聚集在一起 这种交流 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棒 然后如果说我能够 有这样的一些 一些传递这种能量 有这样的能量 让他们在一起 就是通过音乐也好 通过我的影视作品也好 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值得开心 因为是一件特别 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有 有光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特别的 今天觉得就是感触很深 也受到了很大的 也是惊喜的 因为每次 不管是去什么地方 都会有这么多的 支持我的朋友在 特别的感恩 特别的感谢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以后 常来巴黎 然后常跟他们见面 我会想是一件特别的 我会想是一件特别的 我觉得还可以